中共两会期间 维权人士被严加看管 北京维权人士林美清 遭到当地政府和公安以维稳的名义控制多天 3月9日 她被逼吃了100多片的安眠药 目前人在医院 索性洗胃后已无生命危险 据流亡美国的大陆维权人士李焕军发布的消息 她的姐姐林美清在两会期间 被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十六庄村 各级政府和公安以维稳民意控制多天 3月9日下午4点半 强逼李美清服毒百片安眠药 北京维权人士国立坤表示 两会期间 维权人士都被限制人身自由 李美清吃了100多片安眠药 目前人还在医院 这次开两会好多的警察看着她去她出门 她睡了100多片安眠药 李美清因为房屋被强拆 上访多年 遭到当地政府打击报复 她的妹妹李焕军因此流亡美国 李美清还多次遭到当地村委会 雇佣黑保安暴力殴打 蒙古族退休医生国立坤 对于李美清的遭遇感同身受 她也是房屋被强拆 上访维权多年没有结果 去年曾去军委巡视组所在的 北京京海大厦上访 却遭到暴力殴打 中共每年两会期间 很多有上访维权记录的人士 都被严密监控 失去人身自由 江苏无锡访民周晓凤10号告诉新唐人 访民的家门口都有人看守 很多去北京被截访回来的都被拘留了 新唐人记者雄斌 中原采访报导